我是Zack 之前在深圳一家自街跳动 大概有六年多的工作经验 现在30岁选择来到北欧继续读研究生 就是我最近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 就是毕业生会说找工作很难 就业形势很差 但是在公司里去招聘的这些人 一直会说招聘真的很难 找不到合适的人 所以今天就想做这个视频 分享给正在找工作 或者说准备即将去将要找工作的朋友们 这些原因到底出现在哪里 以及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它们 二十年的时候我还在自街跳动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一个面试 然后那半年期间我面了大概有六七十个人 但是最终通过的可能只有两三个 那时我还有团队里面所有的人都觉得招人真的特别的难 现在回归校园和同学聊天 以及一些朋友会发简历给我让我帮他把关 然后就会发现这些简历也未免太差了吧 那今天呢我是在KTH学校这个学校后面的这样一个森林里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录视频的好地方啊 就是现在天气比较凉已经接近零度了 第一个呢就是内卷 竞争太大了 因为拥有相似背景 经历啊 这些学历文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本科硕士博士 过去只要你拥有这样的学历或者是拥有一些实习的经历 你就能保证你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但当所有人都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见多不怪了 当衣扇门关闭的时候总会有另一扇窗打开 取而代的是如果你所投递的这个岗位这个职位 你有特别相关的经历 特别深刻的研究都会让招聘官更加的新意 例如之前我是在字节的一款视频剪辑软件做产品经理 我在面试其他产品经理的时候 只会注重两个点 第一点就是你是否对于视频剪辑这个行业有非常深的理解 可能是你本身就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年的经验 可能是你对于视频剪辑有很大的爱好兴趣 自己也剪辑视频 并且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第二点呢就是对于产品和用户思维你有多深的了解 这两件事如果有任何的一键非常的出彩 我都会把它通过到下一轮 当然如果你这两件事情都拥有的话 当然是最好 但是这样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有人的简历基本上毕业于国内98521的高校 或者是国外QS前50前10这种学校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非常优秀的教育背景 那你到底应该选谁呢 所以在招聘的时候 我们特别会希望有新鲜的学业 不同的观点进来 就有可能他没有那么好的教育背景 但是他对视频剪辑有非常深的了解 对于这块有他独特的见解 那么在一个团队当中 大家如果配合起来的话 都会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这些同学在面试一些视频剪辑产品类的岗位的时候 就会得到面试官和团队一些更多的关注 所以即便工作再忙 请努力的保护好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许这就是未来能帮助你找到另外一个工作 或者是让你和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的东西 第二点呢 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有效的学费是什么 刚才我们在提到招聘的时候有看中两点 一个是对于视频行业的理解 另外一个是对于产品用户思维的理解 这两者有任何一个比较出彩的 我都会通过到下一轮 那这位有潜力的同学如果进入到团队呢 公司就会需要承担培养这位同学的成本 那当然公司更愿意去招聘培养成本特别低的同学 我想表达是在这样一个就业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 公司不愿意去负担人才的培养成本的时候 我们自己需要去承担自己的培养成本 也就是有效学费这个概念 这个有效的学费呢 可以是你花钱去购买一些自己兴趣爱好的课程 去钻研某一个领域来弥补 进入到公司之后 公司需要培养你的这部分开支 或者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加入某个组织 以实习的方式进入某个公司去深刻的实地了解 他们公司运行的方式 产品还有行业的一些变化 不管你之后是否有机会留在这个公司 转成正式的员工 你在这里积累和学到的经验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 它适用于整个行业 尤其是一些竞品 他们会更青睐于有竞争关系 一些产品团队的同学有一些输入 第三个点是当我在招聘的时候 如果你足够的耐心 你总会可以碰到那么一到两个极少数 特别特别优秀的人 会让你觉得这些人是存在的 你只需要足够耐心去发现他们 所以就会让我在招聘的时候 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如果我足够耐心 我肯定可以招到这样的人 那我的经验呢 就是不管是之前的互联网工资 还是现在在学校当中 就是做那个习惯站在舞台上的哀心人格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部分时间 你应该是以一个特别谦逊的态度 向周围所有人去学习 听取所有人的建议 然后自己去判断做出决定的那个人 但是有一些少量的时刻 特别是可以让你站在聚光灯下 舞台上的时刻 特别努力去争取 每次以让人眼前一亮的方式 再站在那个舞台上 如果你持续长期的这样去做 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首先当你站在聚光灯下 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吸引到那些同频率跟你兴趣爱好相投 认同你所说的所有的事情的这些优秀的群体 你可以在公司交到更多的同事 在学校里面交到更多的朋友 第二个当你以一个谦逊的态度 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所有人的这些批评 指责建议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孤岛 你所能看到的世界比你原想的还要更加的宽广 那我说的舞台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舞台 就是聚光灯下照这种舞台 而是它是可以任何形式存在的 也许就是你今天晚上去到一个餐厅 你进入这个餐厅的仪表 仪态 你的谈吐举止 都会向周围所有的人传递着一些信息 我这样说是因为就是这个月 我和林老师去斯蒂哥尔摩一家中餐馆吃饭的时候 旁桌的这对瑞典的夫妇 看到我们的言行举止 就主动的攀谈起来 聊天的话题呢就从兴趣爱好 过去的一些经历 慢慢变到了工作 是否有一些合作的可能的机会 所以请珍惜每一个 可以让你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机会 很多故事呢 就是从这种不经意间的交谈 开始了很多的可能 当你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说的这三件事 就这样去做了 你会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发现 你很可能已经在创业的这条道路上在前进了 他高风险但是也有高回报 我们发现在现在工作经济形势特别不好的这个环境下 去大厂工作 未必也是之前的这种低风险高回报的事情了 反而他对应聘者的要求会更高 会更加的综合 那么如果给别人打工 或者说自己创业都是比较高风险的事情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多有更多回报 或者说有更多影响力的事情呢 我在这里说呢也绝不是为了美化创业这个形象 因为如果你走了这条路就意味着你接下来十年二十年 可能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退去 你不能随意的就这么说走就走 说离职就离职 你承担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更多人的责任 做这个视频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 就是找工作和自己创业 这两件事情在过去这几年 他们的权重有非常大的变化 那究竟哪一个是更加适合自己 更加适合现在的你的 希望大家以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量 也许你现在也是为别人在打工 但是这里积累的经验 积累的人脉 积累的财富 都是可以为你接下来去创业做准备的 经常有人会说你分享这类视频 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递一种焦虑 让人挺不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每次选择在大自然 在森林这样的环境中录制这样的视频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特别是下班之后 经历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 这种自然的环境能够带来一种思考和安静 大部分人不会看完这个视频 5%的人看完也不会点赞 只有1%的人可能看完之后 会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收藏一下 真正可以把我提到的这三件事 融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同学 可能比0.01%还要少 但也许从明天开始你可以以一个更加平静 沉稳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间的所有的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有任何想和我沟通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